再来看到宅男女神鸡排妹郑嘉纯 她响应了网购业者举办的 名人献爱关怀弱势型的活动 在十天之内就募得了一万四千多元 并且捐赠给弱势家庭作为儿童餐费 鸡排妹现在为了答谢粉丝的支持 特别安排和粉丝一起搭乘摩天轮 提前欢度七夕情人节 露出白皙美腿招牌的甜美笑容 鸡排妹郑嘉纯响应网络购物业者的爱心活动 连续十天号召粉丝募集公益基金 帮助弱势家庭 因为有点算是零成本的一个公益活动 所以我们所得全数捐出 还蛮有意义很有爱心 能帮助弱势儿童之外 还能与心目中的女神近距离接触 一起做摩天轮 提前欢度情人节 让男粉丝真的好紧张 谢谢你的爱心 不用客气 支持你们的话 做点爱心我觉得应该是 那像这次可以跟他这么近距离接触 觉得怎么样 是 其实蛮惊讶的 就蛮紧张的 就是跟自己支持的偶像 能够做在一起 为了力挺偶像 三位男粉丝捐出共 一万四千多元 作为公益基金 不做做 直接 然后也跟支持者之间 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距离 粉丝害怕偶像会热 特地准备扇子 要帮鸡排妹扇风解热 上面还是会很热 所以说叫我自己准备一个扇子 有偶像号召粉丝 不论金额多寡 只要愿意投身公益 帮助弱势血统 心意已经无价 有点TV的天生许萱 台北报道